博多禄前书第三章 同样,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 好叫那些不信从天主化的 为了妻子无言的品行而受感化 因为他们看见了你们怀有敬畏的贞洁品行 你们的装饰不应是外面的发型、金饰 或衣服的装束 而应是那藏于内心寄予不朽的温柔和宁静心神的人格 这在天主前才是宝贵的 从前那些仰望天主的圣妇正是这样装饰了自己 服从了自己的丈夫 就如撒腊听从了亚巴郎称他为主 你们如果行善 不害怕任何恐吓 你们就是他的女儿 同样,你们做丈夫的 应该凭着信仰的智慧与妻子同居 待他们有如较为脆弱的器皿 尊敬他们 有如与你们共享生命恩宠的继承人 这样你们的祈祷便不会受到阻碍 总之 你们都该同心合意 互表同情 有爱弟兄 慈悲为怀 谦逊温和 总不要以恶报恶 以骂还骂 但要祝福 因为你们原是为继承祝福而蒙照的 所以 凡愿意爱惜生命 和愿意享见幸福日子的 就应谨守口舌 不说坏话 克制嘴唇 不言欺诈 躲避邪恶 努力行善 寻求和平 全心追随 因为上主的双目 垂顾正义的人 他的两耳 俯听他们的哀声 但上主的威荣 敌视作恶的人 如果你们热心行善 谁能加害你们呢 但若你们为正义而受苦 才是有福的 你们不要害怕人们的恐吓 也不要兴乱 你们但要在心内 遵从基督为主 若有人询问你们 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 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 且要以温和 以敬畏之心答复 保持纯洁的良心 好使那些 诬告你们在基督内 有良好品行的人 在他们诽谤你们的事上 感到羞愧 若天主的旨意 要你们应行善而受苦 自然比作恶而受苦更好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而死 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 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 就肉身说 他固然被处死了 但就神魂说 他却复活了 他借着神魂 曾去给那些 在狱中的灵魂宣讲过 这些灵魂从前在诺厄 建造方舟的时日 天主耐心期待之时 原是不幸的人 当时赖方舟经过水而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生灵 这水所预表的圣喜 如今 爱耶稣基督的复活 拯救了你们 并不是滴出肉体的污秽 而是向天主要求一纯洁的良心 至于耶稣基督 他生了天 坐在天主的右边 众天使掌权者和异能者 都屈服在他权下